那个对角线的部分怎么做 基本上一样 第一个先把范围选起 选起来 第二个呢 常用里面的设定格式化条件 啊有两个规则 第一个规则 设定 由公司来决定 那特别主要这个先给他个等号 所以你慢慢习惯了 他也是 符合跟上面一样类似的 只是说他没有插入函数 他不会跳 所以你要自己去指定 然后第二个的话 这个先这个等于什么 如果条件这个等于这个 OK 然后呢 记得他这个概念也是蓝列锁定的概念 他也会向右向下 只是说他是自动帮你向右向 因为你这边有个范围 他会向右向下 所以你要虚拟慢慢习惯 那所以一样 把那个什么呢 因为他是两个都锁 所以只要锁一列 然后呢 锁什么呢 锁A蓝 他的概念跟那个 刚刚那个 公式蓝列锁定 有点类似 OK 可能你要再体会一下 然后格式的话 把它底色加一下 按个确定 有没有发现出来了 OK 这样就完成了 因为他也是要这样过来 这样过来 就是两边会 也是会跑 OK 第二个的话呢 设定格式法条件 再新这个规则 另外一边的话就是 等于上面这个加上这一个 但是也是一样怎么样 把B蓝不要锁 把二列不要锁 它特别是它就是什么 一列锁起来的话 它就这个方向跑 A蓝所讲 这个方向跑 所以它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两个嘛 OK 相加如果等于多少呢 等于10的话 那就设定一个格式 这个格式的话 是底色黄色 按个确定 好有没有 对角线就出来了 最后取消选取就完成了 应该可以理解吧 OK 那那个详细的画面 云端都有 那这个两个部分 如果我希望 再把它用什么 因为刚刚是设定格式法条件做的 然后如果我希望的VBA也做出来 OK 那VBA刚刚做什么 这M1 2的话是这样子 清除 对角线 也是有清除 再来什么 复习一下加框线 有没有 清除框线 OK 好 那这个怎么做的呢 清除框线 然后 那特别最好 一样嘛 整除 所以这个地方关键就是在什么 在列 那列由谁决定呢 其实回圈里面列就是i 那因为i的数字刚好跟实际上的 实际上的数字是一样的 所以你就是把那个i 跟这样 i的数字因为它四列 它现在是三 所以刚好差一 那一样 在那个VBA里面 一样会有个MOD 不过那个MOD 它其实 这个地方 关键在这里 我们本来是底下这一行 我只有在中间加了一个判断 也就是输出之前 我先判断什么 如果 这一列 哪一列 i减一列 因为我现在的列数刚好跟i 实际就是实际上的列 刚好差一嘛 所以先把它减掉一之后 那特别之后 这个MOD 在VBA里面跟在Excel里面不一样 Excel里面是把它当一个函数 当一个函数 可是在VBA里面这个MOD 是把它当一个运算值 它跟那个加减乘除 是一样的用法 OK 所以比如说这个加3 有没有 那这边只是改成MOD 3 MOD 3意思是说 我今天除以3之后 如果余0的话 余数 所以后面特别注意 这个后面是余 这个是求余数 意思是除以3之后余多少的意思 所以特别重要 这个叙述方法可能要特别重要 是除以多少之后的余数 除以3之后 如果余0 意思是说能够被3整除的话 那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 判断式 判断 判断什么呢 哪个数字除以3之后 能够整除 OK 所以特别重要 以后如果你要计算的 是能够整除 或者余多少的话 你可以用MOD的方法 好 如果能够被整除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底色 intro color 把它改成黄色 黄色应该还记得吧 255 255 表示红色加绿色 那就是黄色 给它 OK 所以基本上 它的跑的方向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 我也许可以这边设个中断点 然后跑到这边 当I等于多少 I等于4 那因为I等于4 减掉1之后 MOD3 所以这个 这个结果是多少 等于0 有没有 OK如果整除了 它就跑进来 那跑进来之后呢 那因为J现在等于多少 J等于2 所以它会先把 有没有 一个储存格先改 那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的话 那就是一个储存格 所以你会发现 它并不是一次改一列 它是一个储存格 一个储存格 慢慢改 改完之后呢 才又去改什么 改那个下一列 就是到第六列 这个是3 那所以这个地方 其他的部分的话 全部执行 有没有 它一个一个一个的去改 OK 那清除格式 我们前面讲过了 就是把那个 Intel Color 改成没有 那字的颜色 改 字的颜色好像不用改 所以这一行 应该可以 清除格式好像只要改 因为我只有改 改底色 所以只要把它的底色 设为XLNUM 就是没有颜色 很清楚颜色 有没有 OK 那对角线的话 基本上呢 概念也跟前面很像 所以你这边可以设一个 两个条件 什么条件 if J等于I 你想说老师 那J 为什么不减掉1 等于I 减掉1 等于J 还是对的 可是 因为减掉1 跟没减掉1 反正结果都一样 干脆I等于1 就好 I等于J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还有减掉1 减掉1 之后相加等于10 那因为呢 在VBA里面 可以把它同时 只要其中一个为True的时候 所以是偶尔 你不能用And And的话呢 那就只有5加5 就是只有中间这个吧 因为它两个相同 而且将加等于10 那就这个会有颜色 所以记得用偶尔 有没有 就对角线 那清除的话呢 当然也是一样 清除部分的话 对清除 格式 为什么这边会加 因为我这边有色Color 有没有 Form的Color 所以直接把它执行 清楚 又恢复了 OK 那框线的部分 因为复习前面 一个LIFESTYLE 等于10 实现 那个框线的颜色 红色 所以加个红色 那范围的话 就是B2到J10 范围就B2 所以这一行是加实现 这一行是加上颜色 当然前面我们练习 还有加出线条 不过这边好像算了 其实这个也复习了 清除掉就是把它LIFESTYLE 等于没有 就清掉了 OK 好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刚刚主要是把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再改成VBA 好来画面先还你各位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看